淘宝开店就上店长之家 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由我们店长之家出品的店铺运营基础课程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六课 店铺实时数据的解读 我是店长之家的讲师淘宝天下 店铺的实时数据的话 就是说我们店铺当前的一些访客的情况 以及成家的情况 那么关于这个实时数据如何查看呢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进入到生意参谋里面 进入生意参谋之后 在顶部档横栏这里有一个实时直播 我们点击进去 点击进去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们店铺的一个实时的概况 这里的话显示的是一个支付宝的一个成交金额 目前的话我们店铺的成交金额是110元 访客数是135个 然后是我们店铺所在的行业的一个排名的情况 下面的话显示的是行业的排名前十的一些店铺的成交情况 然后有一个实时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每一个时间段里面店铺的一个成交情况都可以在这里面查看到的 这是整体的一个情况 然后下面有一个实时的来源 我们点击看一下 点击实时来源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店铺的一个访客的来源情况 我们店铺的访客的话主要来源有三个途径 第一个就是淘宝内部的免费流量 淘宝内免费流量就包含了淘宝搜索 淘宝站内其他和淘宝信用评价 主要的流量的话是来自于淘宝搜索 就是顾客进入到淘宝网之后直接在搜索搜索栏里面输入关键词 然后点击我们宝贝进入我们店铺的就是淘宝搜索来的流量 这个占比是比较大的 另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自主访问 自主访问的话就分为直接访问 已经买到宝贝 还有就是宝贝收藏 直接访问的意思就是 顾客直接把我们店铺的一个商品收藏了 把网址收藏了 他下一次直接打开这个网址进入到我们店铺 那么他所产生的流量 就在直接访问的流量里面的 同样的已经买到商品和宝贝收藏的话 就是已经买过我们的产品的 或者是已经收藏了我们产品的 那么他们访问产生产生的流量就在这里面的 还有一个淘宝外的流量 淘宝外流量的话指的是淘宝站外的一些流量 这里有一个可可空间来的流量 就是我们把店铺的产品发布到我们可可空间里面去了 然后顾客通过可可空间点击我们的产品链接 进入到我们的店铺了 那么产生的流量就会显示是来自于可可空间的 另外的话比如说我们把店铺的链接 发布到一些论坛上面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网站上面的话 来的流量就会显示到淘宝 淘宝外流量其他里面 还有就是通过搜索引擎来的流量 也会显示到这里面的 这个的话是我们电脑端的流量来源 无限端的流量来源的话也是同样的 然后是我们店铺的一个地域的分布 访客地域的分布 可以看到排名前十的一些省份 就是今天的一个数据情况 通过对这个流量来源的查看的话 我们可以掌握到我们做的一些推广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我们参加了直通车推广 或者是天天特价推广这些 那么通过在这个实时来源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做这个推广 有没有效果给我们店铺带来了多少的流量 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实时的调整我们的一个推广力度 这个是实时的来源 还有一个实时的榜单 榜单的话就是显示的我们店铺的一个商品的一个成交情况 就是每一个商品成交成交了多少 然后带来今天有多少访客以及我们的转换率 都是可以在这里面查看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实时的访客 这个的话就可以查看到我们店铺的一些访客的情况 这个是随时都在更新的 我们可以看到访客访问的一个时间 然后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到我们店铺的 如果是通过淘宝搜索的 那么在淘宝搜索后面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表示这个顾客是搜索这个关键词进入我们店铺的 比如说这个访客 1.3113.6分进入我们店铺的 他是通过搜在淘宝上面搜索淘宝开店这个关键词 进入到我们店铺的 然后访客的一个位置 他是安徽省合肥市的 访客的一个编码 就是说呃 今天有多少访客进入到我们店铺 有一个编码 如果他是直接访问的 那么就会显示的是直接访问 如果是通过QQ空间来的 那么就会显示是QQ空间 这个的话就可以方便我们呃很直观的了解到 每一个顾客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到我们店铺里面的 然后的话访客如果是老访客的话 他会在访客的后面显示一个呃就是一个标示 表示这个顾客是老访客 就是之前访问过我们店铺的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刷新的点击这里的刷新 就可以更新我们店铺的一个访客的一个情况 这个刷新的话 因为系统要呃就是不断的统计我们店铺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他刷新的速度会比较慢 这就是我们店铺的一个实时数据的一个查看 通过查看这些实时数据的话 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我们店铺当前的一些状况 这个的话对做店铺运营的人员来说 是呃必须要熟悉的一些就是操作 以及必须要熟悉的数据的查看 如果是作为一个新手卖家来说的话 可能我们关注这些数据关注的不是很多 这个主要是针对专门做店铺运营的人员的 关于店铺实时数据的解读就简单的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如果大家在开店过程中还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想学习更多的开店教程的话 可以进入我们店长之家进行学习 我有新的课程之后 也会首先在店长之家上面进行发布 我们店长之家的网址是 3w.zzfcd.com 本台架成版权归属店长之家所有 大版大卖必揪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学习愉快 开店成功 开店成功 感谢观看